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这种感觉 当然了 女老师的生涯通常也非常短暂 而为了让自己能够继续保持超高的人气和稳定的收入 很多日本女老师开始盯上中国市场 纷纷摩拳擦掌进军中国 今天猫爷就来给老司机们盘点一下 是位洗白身子来中国疯狂捞金的女老师 看看有没有让你魂牵梦营的女神 大家好 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 在这里 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 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 点赞 订阅加小铃铛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苍景空 放在第一位的当然得是我们的苍老师了 对猫爷来说 要说对哪位女老师的印象最深 当属是苍景空了 童言俱辱的她 进入小电影行业前是泳装写真女星 2002年开始拍摄小电影 在日本获得极大的回响与超高的人气 成为跟一般影视明星相媲美的知名度 让不少人都耳熟能详 2009年 苍老师前往香港 参演何超一投资的悬疑惊悚电影 偷数者 有老司机看过没 反正猫爷是看过了 不过只是冲着苍老师的名号 前去一睹芳容罢了 自此 苍老师也正式开始进军中国演艺市场 在次年4月中旬 苍老师开通了个人微博 引得中国网友疯狂追随 不得不说 猫爷也是其中的一员 2012年底 钓鱼台事件持续热烧 日益人纷纷遭波及 而小电影女老师苍景空 却大获全胜 波多野结衣 有着日本林志玲之称的波多野结衣 由于外形神似台湾名模林志玲 因此 在台长期受到众多死忠粉丝的支持 回看她的过往 那叫一个坎坷不平 波多野结衣 2008年11月入籍 HMP公司成了素人 但不久便被HMP公司血藏 随后在Be Free公司发行过两部影片 又转投了 Tacker公司直到在Sky High公司落脚 2012年 她以百万酬劳 应邀到台湾参加第二届台湾成人博览会 当天她三度换装拍照 除了穿性感比基尼冲浪 大秀身材之外 还赶巧搭上了古装剧的风潮 巧扮甄嬛的她 让猫爷看了都直呼可爱 而在2013年4月12日 波多野结衣 身着黑色丝袜露背装 出席上海国际成人展 她一亮相 及时成为全场焦点 粉丝热情高涨 尖叫声连绵不断 同年 她还和艺人大鹏共同出演了 吊丝男士二 并参演了寒眼导演拍摄的 首部现代都市恐怖传说新媒体剧 搜神迹 由于父亲是法裔加拿大人 母亲是日本人 故身为混血儿的小泽玛利亚 拥有着一副近于欧洲人的面容 因那独特的外貌 小泽玛利亚成长过程中 常常被人误会是欧洲人 在200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小泽玛利亚推出了她的首部小电影 因为长相颇具个性 再加上身材火辣 备受影迷们的追捧 也让她成为了当时日本小电影界标志性的人物 而在拍小电影片之余 她还出演了电影 做过时装模特 拍摄写真等 可谓是多才多艺 2009年 小泽玛利亚成功登陆台湾 拍摄电影《绝命派对》 而在两年后的2月16日 小泽玛利亚以10万出厂费 空降昆明某酒吧 当场大秀性感火辣舞蹈 猫也只恨没能亲眼目睹这一现场 同年4月她先后现身北京 天津 杭州等地的知名酒吧 每到之处必然引起轰动 随后 小泽玛利亚更是以七位数 签约北京的托普莱因经纪公司 正式宣布进军中国 短短一年时间 她的微博粉丝就涨到了近200万 松岛峰 被称为女老世界的女神的松岛峰 在中国有着广大的粉丝群 被誉为80后硬盘最后的底线 不开玩笑 猫也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被她惊艳到了 而时至今日 猫也时不时都会去重温经典 松岛峰拥有非常迷人的一等级身材比例 车尾灯也非常的诱人 傲人的身材 也是松岛峰在业界一个著名的特点 但2002年出道的她 在5年后就宣布隐退 本来以为再也看不到女神的消息了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2008年12月24日到27日 松岛峰与英景丽娅 受邀参加台湾举办的夜店同乐派对和艺术摄影会 次年4月29日 于苍景空 饭导友友子一起献身广州烈士陵园附近某酒吧 大跳摸身性感舞蹈 当天高达200元的票价 一票难求 饭导爱 饭导爱老师 想必老司机们更是不陌生吧 有着丁字库女王的她可豪放 也可青春是不少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更是在我国性教育匮乏的年代里 秘密担当起了关键的性启蒙的角色 成为了无数男性心里青春的最佳回忆 饭导爱老师 曾在香港电视剧张卫健版的 齐天大圣苏空中饰演蜘蛛精一角 与葛明辉扮演的猪八戒有精彩的对手戏 他在中国粉丝之多 影响之大超乎想象 其中不少中国男明星都在歌词中写到饭导爱 大胆承认自己对他心存幻想 比如李宗盛在《最近比较烦》 里面就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 我梦见和饭导爱一起晚餐 而香港歌手许志安也曾发表歌曲 饭导爱世界一哥 全世界说爱上饭导不是爱 荧幕电视看错什么都有害 全世界说要我截身跟自爱 何不看资讯台 不过让猫爷觉得可惜的是 在2008年12月24日 饭导爱被发现死于东京的家中 吉泽明部 吉泽明部出道于2003年 《处女座》已经推出 便在日本小电影圈内掀起了一阵明部的旋风 被誉为小电影天后 其实猫爷第一眼看见吉泽老师时 都会和不少网友一样困惑 这女孩是如此的美丽 何苦要下海卖肉当女老师呢 要说吉泽老师的下海原因 还真是个意外 本来吉泽老师是去参加日本选美大赛的 但没想到几轮下来他都以失败告终 但是老师不愿意回家 且正好又被一位星探看中 签下了拍摄合同 起料这星探的公司拍的是小电影 吉泽老师没办法 既来知责安知 那就闭眼享受吧 吉泽老师在2011年参与拍摄了 《逆桃成熟时33D》 并在2013年初 受邀参加了台北代言某成人网站启动仪式 小泽园 小泽园在出道时 就凭借着自己甜甜的笑容 大胆的作风 以及夸张的表现方式 在小电影界迅速窜红 令无数东亚男人败倒在他的十六群下 不愧是被誉为泛倒爱老师的接班人 1997年出道的他 在2004年隐退之前 共拍摄了上百个小电影 而在隐退三年多之后 他先是开启了个人博客 然后决定在平面媒体发表个人的写作 正式转行成作家 他在1998年的香港三集电影 偷情男女中扮相相当成熟 极具诱惑 而与香港男星王淑林 与他的几次肉搏也颇显得功力十足 投入程度令众多知名三级女明星汉颜 而该剧也成为香港三级电影的经典作品 同年 小泽远老师还受邀来到台湾宣传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令猫爷无语的是宣传活动期间 他惨遭凶血而落泪 妖猫爷说 能现场目睹老师的方容还不知足吗 难道还想现场和老师上演一出小电影吗 袁沙央丽 袁沙央丽老师拥有四分之一德国血统 入行之前是杂志模特 同时间拍写真 2009年年末 刚满21岁的他 无论是脸孔或是身材都处于绝佳状态 但因日本经济在当时相当不景气 连带冲击日本血真业 这也导致袁沙央丽毅然投身小电影界 连拍三部小电影片就狂赚将近7亿新台币 被小电影界认为是奇迹式的血真处女出道 这也让许多血真女星纷纷脱下比基尼 转换跑道投身小电影产业 2010年 袁沙央丽受邀抵达香港 参与拍摄3D版的肉铺团知己乐宝剑 刚下机场就受到大群粉丝的围堵 不过见过世面的她丝毫没有受惊 反而大秀好辱美腿 热情和粉丝打招呼 日本小电影女老师大友黎奈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军中国 曾经出演过《灯草和尚》 《爱杀》 《鬼叫春》 《艳将勾魂》 《武南真面目》等香港影片 而她在片中的大尺度出镜 更不亚于日本的小电影 同时 她也是与中国合拍电影最多的小电影女老师之一 村上利奈 村上利奈可谓是日本小电影界的天后级人物 早在1991年 香港电影大亨麦当雄 根据中国古典情色《玉扑团》拍摄了 《玉扑团之偷情宝剑》 其中便囊括了香港波霸叶子妹 来自北京的落选亚姐周红 以及这位来自日本的小电影天后村上利奈 强大的演出阵容 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技巧 在当时一经上映 便创下了1845万元的惊人票房记录 同时也是打入了当年十大票房榜之列 而在同一年 《村上利奈》还出演了由何凡导演 也是叶玉清风的乐片代表作之一的 我为轻狂 在这部电影里 叶玉清的风头完全被村上利奈抢光 而在影片进行到最后时期 曹茶里对村上利奈进行了长达近20分钟的侵犯戏 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但在猫野看来 其实这段戏与剧情并无太紧密的联系 起码不用这么久的时间来演绎两人之间的精彩大战 从这场戏来看 基本上已经无异于日本的小电影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